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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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再一次给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相聚在他的脚前 一起来读宝贵的圣经 我们现在一起要研读的 是旧约小仙之书里面的约尔书 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约尔书第一章 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四节 第八节到第十四节 如果我们要给他取个题目 那就是寻求耶和华 寻求耶和华 相信弟兄姐妹都记得 当我们一起来读约尔书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惊讶地发现一个事实 那就是先知约尔 当他面对了以色列的百姓 空前极为可怕的蝗虫之灾害 他对着这一个灾害的描写 那各种不同的蝗虫的次序 它的精确度是让人非常的惊讶 但是我们更惊讶的是发现 他如何来面对这么大的苦难和灾难 约尔不像一般的基督徒 我们总是希望把灾难说成是好事 用什么万事又互相效力来解释 也不会用来说哪里因为庙语太多 所以被地震的报应之说 他来面对灾难的时候 他是承认这个灾难的可怕 他也承认这些灾难所带下来的邪恶和伤害 如果我们还记得 他曾经这样的呼吁以色列的百姓 告诉他们 你们可曾听过有这样的事吗 这可是空前的灾难啊 你读第二节到第八节的中间 你会很清楚地感受到 他是勇敢地面对 而且你注意到 他呼天唤地的 要各样不同的人 与他一同来面对 这一个可怕的局面 比如说 在第二节的里面 他呼唤老年人 那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 圣经中的老年人 常常跟圣经中另外翻作 长老是同样的一个字 他呼唤百姓中的老年人 或者他呼唤百姓中的做首领的人 让他们来面对这一切的难处 到了第五节 他呼唤九罪的人 那就是那些因为追求快乐 追求享受的人 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搞不清楚自己活在地上 是为什么的这一帮人 到了第八节 他呼唤的 是特别呼唤到 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十一节 他还会呼唤那些 种田的农夫 十二节他会呼唤 那些做祭司的人 换一句话说 先知曰尔 面对灾难的时候 他是要各方各面 所有的人都很诚实地 来面对灾难的本身 而不是用一个很简单化的方式 就把灾难解释掉了 在第八节这里 他说 我的名啊 你当哀嚎 向处女 妖树麻布 为幼年的丈夫哀嚎 假如你的圣经 是比较好一点的翻译 你会注意到 在我的名那 的下面 或者是旁边 它会有点点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几个字 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 是没有的 在原文圣经中 这一句话 没有主词 只有动词 是翻译的人要决定 主词是什么 那么中文圣经 就认为 我的名啊 应该是 这一句话的主词 为什么 他是这样子的 认为呢 是他觉得 这里 好像是在 对神的百姓 说话 我们如果去读一些 不同版本的 英文圣经 我们会发现 蛮多英文版本的圣经 这里的主词 却翻作 耶路撒冷 为什么 他们会翻作 耶路撒冷呢 那是因为 在 这一句话的 这个动词 原文是一个 单数的 女性的 一个动词 所以 一个单数 女性的动词 它前面 可能有的 主词 有可能是 像我们 中文翻译的 我的名啊 在 圣经中 确确实实 是把 神的百姓 当作 一个女人 所以是 单数的 是 阴性的 但是 在 圣经中 也实在 有很多的地方 是 针对 耶路撒冷 这一个 城 因为 这个城 在圣经中 也常常 以单数 女子的 方式 来做代表 我们看 列王纪 下 十九章 二十一节 以赛亚书 二十三章 十二节 四十七章 第一节 耶利米书 十四章 的十七节 十八章 的十三节 三十一章 的第四节 和二十一节 四十六章 的十一节 哀歌的 第一章 十五节 二章 的十三节 所有的 这些 经文 是把 耶路撒冷 当作 一个 单数的 女性 这是为什么 这节圣经 它可能 不是 单单 对着 神 所有的 百姓 说话 它可能 是针对着 住在 耶路撒冷 的神 的百姓 说话 更何况 如果我们 在读 第九节 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特特地 把 耶路撒冷 提出来 那为什么 耶路撒冷 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 先知 在对着 整个 以色列 百姓 说话的时候 要特别 针对 耶路撒冷 这是因为 以色列 百姓 他们的 宗教 生活 他们的 政治 生活 的中心 都是 耶路撒冷 君王 大祭司 所在的 地方 就是 耶路撒冷 全民的 领袖 常常会 在的 地方 就是 耶路撒冷 所以 无论 第二节的 长老 或者是 这里的 耶路撒冷 的民 都有一个 重要的 提醒 那就是 耶和华神 期待 祂的 百姓们 中间 做领袖的人 这些人 要格外的 敏锐于 神的 启示 要 早早的 回转 归向神 他们 要自己 先 归向神 然后 带领 神 其他的 百姓 来 归向神 神 透过 先知 要 他们 哀号 这里 乃是 告诉我们 不是要 他们 一点点的 痛苦 一点点的 难过 是要 他们 哀号 伤心 痛苦 到什么 地步呢 这里说 像 处女 腰 束 麻布 为 幼年的 丈夫 爱好 这里我们要 稍微 仔细地 看一下 处女 那是表示 还没有 跟男人 同房过的 女子 一个 还没有 同房的 女子 腰 束着 麻布 为谁 爱好呢 为 幼年的 丈夫 这个 幼年的 更好的 翻译 应该是 为着 年轻 的 丈夫 这个 痛苦 那就是 痛苦的 不得了的 痛苦了 你可以想象 一个年轻的 女子 千叛万叛 好不容易 等到了 婚礼 欢欢喜喜地 与她所 爱的 丈夫 二人 成了 亲 然而 在婚礼之后 却还没有 进入 洞房之前 忽然之间 她的 年轻的 丈夫 就死去了 这一个 女子 她的痛苦 可不是 一般的 痛苦了 这种的 痛苦 那真是 叫做 撤骨 铭心 之痛 我们 想一想 人生活在 地上 如果有 一个 是你的 自爱 当你 失去的时候 那个 痛苦 是 何等的 大 这样的 痛苦 不只是 伤心 这样的 痛苦 是要 叫人 哀嚎 是要 让人 大声地 向神 呼喊 先知 没有 在这里 说 我的 名啊 或者说 耶路撒冷的 名啊 你们要 忍耐 你们要 有信心 不是 她说 你们要 cry out 你们要 大声地 向神 哭泣 基督徒 必须 明白一件事 当 我们的 生命 碰到 一些 真的很痛苦 的事 真的很 大的 灾难 很困难的 环境的时候 我们要 诚实地 面对 这样子的 痛苦 不只是 诚实地 面对 承认 这样的 事情是 很可怕 这样的 事情是 很不好 我们 也需要 让 我们的 情感 在 神的 面前 毫无 保留地 向神 倾诉 我们 不需要 假装说 我们 很勇敢 我们 很有 信心 我们 不会 哭 我们 更不要 去 找理由 来解释 这些 难处 我们 所信的 神 是一个 会 哭的 神 我们的 神 当 他来到 地上 做人 的时候 他为着 耶路撒冷 他爱哭 我们的 神 来到地上 做人 的时候 他为着 拉撒路 在坟墓 旁边 许多的人 他爱哭 我们 来到 神的 面前 向他 清新 吐一 在他的 面前 表达 我们的 苦楚 因为 他不是 不只是 那一位 关心 我们的 神 他是 那一位 了解 我们的 神 他 体贴 我们 里面 最深的 苦处 主耶稣 在地上 的时候 圣经 用 忧患 之子 来描述 他 在 路加福音 那里 十九章 四十一节 他 为着 耶路撒冷 的哀哭 不是 偷偷地 掉两颗 眼泪 而已 他在 克西玛尼园 里面 圣经 形容说 他的汗 如雪 滴 一样地 滴下来 他 里面的 挣扎 和痛苦 他没有 隐斑 十字架上 这一位 耶稣 当他 大声地 呼喊 Cried out 向着 父神 呼喊 他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 离弃我 这是 马可福音 十五章 三十四节的 记载 所有的 这些 记载 都很清楚地 让我们 知道一件事 我们的主 他不只是 有情绪 我们的主 他不会 隐藏 他的情绪 他愿意 把他的情绪 在父神 面前 倾倒 出来 因为父神 不只 关心他 父神 了解他 只有 我们 对着神 有这样的认识 只有我们 把我们 猪般的难处 带到神 面前去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 惊讶地 发现 你跟别人 哭 没有用 别人 别人 不一定 在乎你 别人 也不一定 了解你 可是你 到神的 面前 去哭 他 真的很 在乎 而且 他真的 了解 你的痛 在哪里 因为 他到地上 来做人 的时候 他 尝过 人间 各样的痛苦 我们 必须明白 一件 很重要的 真理 那就是 圣经 从来 没有淡化 人生中 各样的灾难 圣经 也从来 没有美化 或者高举 一些苦难 圣经 更不否认 人间 有这些 可怕的事实 但是 圣经 一直 一直 在告诉我们 就是在 这一切 我们都觉得 无路可走 就是在 这一切 我们都觉得 没有希望的时候 我们永远 有一个地方 可以去 那就是 神的 施恩宝座 我们永远 可以诚实的 把我们的 疑惑 把我们的 困难 把我们的 痛苦 带到他的 面前去 圣经里面 非常非常地 着重 这一个真理的 教导 是因为 我们 能够 面对 对苦难 能够 胜过 苦难 能够从 苦难中 走出来 这是 一个 秘诀 那个秘诀 就是我们 在 信心中 我们 勇敢地 相信 当我们 到他面前 去 哭诉的时候 他在乎 我们 他 愿意 听我们 向他 哭诉 他 他不只是 在乎我们 你知道 更宝贵的 是他 真的了解 他 非常了解 我因为 有机会 跟很多 年轻人 在一起 年轻人 他们有的时候 人生中 碰到 很多 他们觉得 是天大的 痛苦 痛苦的 不得了 难受的 不得了 的事 有的时候 跟我 谈谈 有的时候 我听他们 谈 我会 很好奇地 问他 一句话 我说 你有没有 跟你妈妈 说这件事 或者 我会问他 你有没有 告诉你 爸爸 你知道 这些孩子们 常常跟我说 没有 我就问 为什么 我说 我认识你的爸爸 我认识你的妈妈 你为什么 不告诉他们呢 我知道他们 是 很爱你的 你知道 这些孩子 他们常常 给我的答案 就是 他们根本 不在乎 他们太忙了 但是有一些孩子 我就跟他讲 我说 你这样说不对 你的父母 再忙 他都 关心你的 他常常来 问我 你的情形 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 跟他说 这个孩子 有的时候 会听我的话 去试试看 有的时候 试都不是 过段时间 我就问 我说 为什么 没有跟他们说 他说 they don't understand 他们不理解 他们不了解 我在美国的痛苦 他们不了解 我现在 所处的 这个环境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我们 真的好有福气 我们所信的 这个神 他care 他在乎 他非常关心我们 我们所信的 这个神 他不只是 在乎我们 他真的了解 我们 我们什么样的苦 跟别人说 别人不懂 跟他说 他很懂 而且弟兄姐妹 让我告诉你 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 你如果有朋友 很在乎你 你已经很幸福了 你如果有朋友 很在乎你 而且 他还很了解你 哇 我告诉你 你已经是 有福气到不行了 世界上没有几个人 有这个福气 可是让我们 面对一个事实 那个事实 那个事实就是 就算在世上 有人在乎你 就算在世上 有人了解你 当你遇见 人生真正的痛苦 极大的麻烦的时候 他能帮你吗 有谁真的能帮你呢 我们今天做了 神的孩子 请记住 我们是天下人间 最幸福的一群人 无论我们碰到 什么样的痛苦 我们的神 他在乎 我们的神 他了解我们 最宝贵的是我们的神 他还有能力帮助我们 我们 为什么不肯 常常到他面前去呢 第九节这里说 数记和番记 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悲哀 神在这里 要耶路撒冷 要以色列的百姓 中间的领袖 他们哀嚎 为什么事情伤心 为什么事情哀嚎呢 他说 数记和殿记 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 这里强调一个重要的观念 是当我们遇见了灾难 当我们遇见了痛苦的时候 我们到神的面前 我们去哀哭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从圣经中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我们所遭遇的这些难处 我们痛苦 我们痛苦 千万不要忘了 神也很痛苦 所以我们要先到神的面前想一想 神的殿 属灵的事 神的心是如何 就好像先知约尔在这里 蝗虫的灾难之下 先知呼喊以色列的百姓 要先想一想殿里面的事情 数记和殿记 是神的百姓 每一个早晨 每一个黄昏 在他们献翻记里面的一部分 你如果看出埃及记 二十九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 那里有很清楚的记载 数记和殿记 它的重点就是 耶和华神应许要在那里 与他的百姓相会面 与他的百姓说话 当蝗虫的灾难 临到神的百姓 一个重要的损失 就是神的百姓 与耶和华神约会的机会 就断绝了 他们遇见神 亲近神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事 这是他们应该要哀好的事 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 如果碰到一些非常痛苦的事 你要记住 最大的痛苦 还不是这个事的本身 最大的痛苦 是这一些的苦难 这一些的麻烦 常常会使得我们 与神的交通断绝了 那个是我们生命中 更大的悲哀 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 有准确的眼光 知道说 先要解决什么问题 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 先后次序搞错了 我们在苦难中 很难走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把 先后次序搞对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惊讶地发现 当你看见 坐在宝座上的神 他脸上的荣光 他以笑脸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痛苦 环境 不一定改变 但是他在那里 我们这个人 就有喜乐 我们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真的需要 来寻求你的面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只有在你面光中 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感谢你是一位 如此爱我们的神 我们祷告 是靠主耶稣 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跌入道路 因为血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于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冠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